俗话说呀 三个女人一台戏 这三个你说我笑的姑娘 笑声是那么的省朗 似乎生活当中 永远都布满了阳光 谁又能想到 她们却是在无数异样的眼光 和冷嘲热讽当中长大的呢 这一切都源于她们的身高 因为患有先天性脑垂体分泌一场 她们的身高 被永远冻结在了儿童的水平 这秀珍三姐妹当中 最活泼开朗 心直口快的要属杨萍了 杨萍是独生女 从小父母就把她宠得跟小公主一样 可是在她六岁那一年 如童话般幸福的生活 一夜间破碎了 因为身高明显低于同龄的孩子 爸爸妈妈领着小杨萍去医院检查 得到的是一个令人绝望的结果 杨萍可能到某个阶段 就再也无法涨高了 得知这一消息 杨萍的内心充满了怨恨 她怨父母为什么要把自己生成这样 怨命运为什么要如此地捉弄她 她的情绪也让父母充满了愧疚 妈妈常常在背地里流眼泪 而爸爸对杨萍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对不起 逐渐长大的杨萍开始变得敏感而好强 有时候看到路人投来好奇的眼光 她甚至会气愤地朝对方怒吼 2009年 对生活感到绝望的杨萍 一个人背井离乡地来到了郑州 因为她知道 在这里有一个艺术团 在那儿 杨萍终于找到了伙伴们 他们一起表演 一起说笑 这让杨萍感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和快乐 而也就是在这里 她遇到了她的两个好姐妹 颜云云和妮莎莎 福建女孩颜云云家境平寒 是奶奶抚养长大的 长不高的云云 从小受尽了同学们的嘲笑 初中毕业之后 因为忍受不了同学们的欺负 才选择辍血去针织场打工 虽然凭借着灵巧的双手和出色的能力 得到了单位的认可 但是在云云的内心 却始终无法挥去自卑 以及由此产生的仇语 有一次 云云在电视上看到了一则广告 说打生长激素针 可以一个月长高五厘米 这让她仿佛看到了希望 她开始每日每夜地通宵加班 拼命地攒钱 终于攒够了三千块钱 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那家医院 打生长激素针 就这样 她每天打一针 每针八十块钱 足足打了四十天 可是结果呢 她的手上胳膊上 全都扎满了针眼 身高却仅仅长了一厘米 钱花光了 云云的心也死了 就在她觉得前途无望的时候 也是秀真人艺术团的招聘广告 让她开始了另一段 非比寻常的人生 就这样 原本天各一方的三姐妹 走到了一起 就像她们说的那样 第一次见到彼此的时候 就感觉整个世界 瞬间被点亮了 她们一见如故 有着说不完的话 落不完的磕 一起生活 一起工作 一起吃 一起喝 一起玩 一起闹 就连晚上做梦 她们都是在笑的 除此之外 三姐妹在练功方面 还格外地用功 也给彼此打气 要知道 像匹刹 下腰 压腿 这些高强度的训练 她们之前可没有任何的功底 当两条腿往下压的那一刻 那简直是撕心裂肺的疼 可疼 是疼 但是不能让团里的其他人 把她们看扁了 她们硬是 一边掉眼泪 一边互相鼓励 千万不能放弃 我们不要做没有用的小个子 经过半年多的严苛训练 三姐妹 终于迎来了 人生当中的 第一次登台表演 也终于迎来了 她们人生当中 从未有过的 雷鸣般的掌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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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